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完网台的自然疗法御理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尤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放假时节很多香港人都很流行的 一家大小就去旅行 搭飞机啊 香港人去旅行就很开心的 但是很多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说有一些 云车浪、云基浪、云船浪 这些很常见的问题 但是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说 这些很普遍的问题 其实会导致到有些人 就变成了要不出门 不敢去远的地方 那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袁先生 你有没有碰见过 我们有这些这样的案例 我相信呢 云船浪、云车浪 差不多很多人都经历过 有时候我小时候 那时候去坐街道 到那些渡轮 去离岛 那时候的船可能又不是那么稳定 有些人沿途会寒船浪 很不舒服的 也有些人坐车 一定要不要坐后面那一排 因为坐后面那一排 他觉得寒也很辛苦的 有一定坐前面 跟司机的位置隔离 其实这个的云浪、云船浪 其实是很普遍的 那在早年来说呢 就是在古代那些人呢 甚至乎就 其实是骆驼也会寒 你知道吗 原来骆驼走路呢 就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 它是摆得很厉害的 所以你想想 你以前那些丝绸之路 那些人就像骆驼那样长期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问题 很多人都算了 就是想办法就一下它 但是呢 我认识了一个亲戚 我发现他们就 他就整天都很少去出国玩的 那香港人通常都惯的 就是每次有假期 就是一年都出去几次的 但是原来呢 我发现呢 他们呢 他家人呢 就是很少出去的 那最后事件发现 原来的原因呢 那个太太呢 就是很混浪 是 混飞机浪 混船浪 是 那有时我跟她说 其实现在的大游船 真的 你走下去 就是整个大厦这样的 是 一点都不会感觉的 她说都不行的 少少 她都很厉害的 那结果呢 她们两夫妻呢 就很多年呢 就不可以出国的 那 我觉得好 就是挺辛苦的 那结果呢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呢 那我就 就是配了一些同学疗法的疗妻给她们 那 果然呢 没多久呢 她那个混车浪 混船浪 混飞机浪的问题解决了 那时候呢 那两夫妻呢 就每年都出去 那所以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 通常呢 嗯 就是飞机是很少的 就是很定的 那 那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会怕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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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流啊 密室恐惧症 就是很少 就是遇到气流那样跌呢 就是很简中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有其他因素啊 密室恐惧症啊 可能畏高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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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那些人的症状呢 就是很作悶啊 嗯 簡直悶到想吐 那暈啊 当然啦 那同时呢 就是大量出汗 就是很不惜很不惜的 那就是一般人所谓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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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呢 那一般人呢 那一般人呢 就一会想起呢 就是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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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控制我们的平衡的嘛 是 那那些 那那奈耳的平衡器官呢 是受到 就是冲动 波动 微動 是导致这些 就是 за迁船囊 但是呢 那些 那些研究发现呢 其实不是那奈耳的问题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 是那些视觉的问题 那你都看到的 那样是 又是哦 因为很多人呢 当他坐一架车子 放来摆去呢 他见到那些东西是 摆来摆去的 是吧 那其实呢 原来运传浪、运车浪不是中耳的问题 是视觉、视力看到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医生从这方面去跟进 但为什么会有什么引发呢? 有些人发现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跟违传有关 可能有一个因素,但也不是那么多 当然有时候有些焦虑,有些人有种感觉焦虑 当然焦虑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自己会不舒服 焦虑不是因为焦虑导致的 还有有时候焗的空间 也就是有些人吃得太饱了 吃得太饱了,一会一会一会,胃就会不舒服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医生就除了说不要去旅游 但也有时候有些西约就放开西约 也有些人就叫你夜晚才去坐车 也是的,夜晚你不是看到,周围的东西看不到 因为那个问题是视力的问题,视力看到的 还有有时候叫你避开一些气味很重的东西 譬如一些电油,有些人是闻到电油作门 这是一个因素来的 除了这方面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有些人都叫他出洞之前不要喝太多东西 不要吃太多东西 如果这个是长期长程的话 在沿途就喝些清凉水,柠檬水 或者喝些绿茶 有些人用姜茶 中国很流行的,姜是氧胃的 也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就 携带一些姜片 或者姜粉状的丸 来到沿途吃的 这个也是一些人用的 还有其他工具就是用尾 有些人也会帮助 有些人用烧炭的软 吸收的,也帮助 有些人用维他命B杂 B6 当然大家有时候也会看到 有些人就带那些 针灸穴位 那些是一种指压的手环 手环有些地方 可能有些是磁石 有些位置 帮你按住手腕的软位 有时候也会用针灸方法去处理 好了 那么 其实很多方法 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们也建议过 试过 但我发现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用什么呢 都是用同类疗法 我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几只 好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去配买这些 这样的疗剂 好了 第一只 最常用的就是 Tobacum Tobacum Tobacum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很有趣的 就是会闻到烟都会有种作门 对不对 就是和大家相似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通常 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那个作门 那个很厉害的 就是很重 很闷的那种感觉 那么多人的面都清晰了 又飙冷汗 那通常烟烈的症状呢 是喜欢在那些凉的清新的冻风吹下呢 他就会舒服的 那么有时候 你会见到一个 云车浪云船浪的人呢 你见到他有这些感觉 就是作门就一定有的了 面都清晰又流汗 那还有呢 他最重要呢 他喜欢开个窗的 来吹一个面 那他会觉得舒服一点的了 那这个疗势呢 就是烟草了 就是bacum ok 那另外一个疗势呢 就是那个电油 Petroleum 那大家都有时都有感觉呢 有时坐在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很旧的巴士的情况呢 你会见到是闻到的 甚至乎呢 倒轮啊 有时你锁得后排 你都见到的 甚至没有倒轮 现在很多的游艇 中式游艇 你锁得后面呢 你都闻到这些这样的电油味的 那当然呢 有些人闻到之后 你觉得好像作门 那样的 那这个阵营的那些人呢 就通常呢 就是除了作门之外呢 他呢 就喜欢呢 就是躺下 在暖的床上躺下 还有呢 就闭上眼睛 ok 那当然呢 他也会有飙冷汗 这些 口水啊 流口水啊 那样的 那些人呢 就喜欢吃一点点东西的 就是吃点东西就舒服一点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他就觉得后尾枕呢 有些后尾枕 有些这样的 就是头重重头痛痛 那这个阵营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电油的疗剂 ok 那接着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叫做 Coculus Indicus 印度防御 通常这个疗剂是什么情况之用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在那些人呢 就是熬夜 ok 熬夜之后呢 第二个人呢 就好像温温顿顿 那样的 所以呢 通常都是呢 那些人就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还车浪啊 因为我昨晚睡得不太够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应用的指引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也有呢 后尾枕头痛 ok 又不喜欢食物的味道 他不是说 好像 好像电油 你喜欢吃点东西的 其实呢 他就不喜欢食物的味道 看到食物都不行 不够 ok 喉咙干干 还有呢 那个腹是一种肿胀的 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是 Coculus Indicus 这个疗剂来的了 嗯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马前指 Nux Vomica 那Nux Vomica 通常都是这样的了 不舒服的呢 众心呢 都是那个胃有点不舒服 有作门 想呕又呕不到 那这个呢 那就是马前指 常用得着的地方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那个 Cepia Cepia Cepia是什么呢 是大家可能 学过同学的疗法呢 都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 蜜鱼汁 ok 那蜜鱼汁呢 通常的症状呢 都是呢 那些 就是那些气味啊 那些NG的那些气味 啊 就会觉得那人作门的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甚至在海道 那些海草 那些海草味重呢 他都觉得会作门的 那这个就是蜜鱼汁的疗剂 那有些人呢 那有些人呢 那有些疗剂呢 就是那个 Borix Borix Borix是什么呢 是磐沙 那Borix呢 通常的 的阵营呢 就是Borix呢 是很不喜欢那些高高低低的那些 那些 就是好像玩千秋那些那样 那样 那就是 如果这个Borix呢 就说呢 如果他真的坐飞机 那些小飞机 不要大飞机 小飞机呢 或者飞机遇到气流呢 那他这样的浪浪高低呢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很不舒服了 那这个就是 彭沙 Borix 那个阵营 好了 最后呢 再介绍多一只呢 这个就是 Jalcimium 那Jalcimium呢 是一个常用 在那个 那个 感冒用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 那个 新冠十九呢 有时候呢 是整天都是用得着这一种的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是那个黄素氢 OK Jalcimium Yellow Jasmine 那这个的阵营呢 都是呢 怕跌下去的那种感觉 好像 好像彭沙一样 那还有很多时候很焦虑的 最后才很焦虑的 有时候 你叫他说 明天我出发了 去旅行了 那他有一些紧张 很多恐惧也很紧张 那跟着呢 在路上呢 他就觉得很睏 OK 有缓云那种感觉 那也都有一种感觉呢 就是那个胃呢 很空空虚虚的那种 的不适 那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同类疗法 是处理那个 那个 那个 云车浪啊 云船浪啊 云飞机浪呢 是主要几只疗剂来的 那我相信呢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 这一类的问题呢 我刚才所 和大家介绍的那几只疗剂呢 其实都应该呢 是可以帮得到的了 嗯 谢谢袁医生 那刚才说过呢 不同类型 就是每一只疗剂都对于呢 每一种那个的处理 云车浪啊 或者那些云船浪啊 它有不同的那个的感觉 的反应呢 都有不同的那个的疗剂啊 那些东西 那大家呢 如果是有需要的 可以呢 去到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上面呢 这些疗剂呢 全部都可以有得 有得发售的了 那另外 我们都还在健康店那里 另外有一只呢 就是可能有时 有些同一家人出去啊 有小朋友 有轮家 那你不知道要带多少只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有一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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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就是要做运船浪运车浪的 叫做 是Motion Signals 那这个 这个就 绝大部份那些的情况呢 都可以的 就是有时可能 也未试过啦 有时大小朋友出去 未试过 不知道它會有什麽的症状 出现的时候呢 那可以尝试用这个疗剂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是啦 戴着这个 那到时候呢 就可以 可能未 尤其是未 还是未 还未 还未知蜂了 當然有些人就是到時才吃 如果療劑自己配得適當 其實效果是很驚人很快 剛才袁醫生的親戚 應該是用了療劑之後 之後每次有個改善 令到現在應該都可以經常吃 每天都可以飛到 全世界飛的 以前是很慘的 兩公公有很多地方不去 有時候這麼大一個人 好像有點尷尬地告訴別人 我不能坐車,我不能坐什麼 產品全部可以在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上找到 至於剛才醫生介紹的療劑 是屬於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要聽眾可能之前聽過我們的節目 也都了解過 或者想再加深一點 要了解一下同類療法的應用 其實我們在亞洲同類療法學校 都會定期有些課程 由袁醫生教授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網址 是3w.ahi.com.hk 就會有資料找到 或者在我們原網台的網頁 也可以找到 找到網址 你可以聯絡我們 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學多一些事情 為家人的健康 做一些罷關 都可以的 比如我們過去 我們在沙斯期間 我們有一個課程 教我們怎樣用流感療劑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這次的新冠疫情 絕大部分的症狀 都是一般的流感症狀 所以你能夠及時用療劑處理 不用怕就進不了醫院 現在香港已經出現這個問題了 第三波了 醫院都進不了 唯一在家裡吐 其實不用的 如果你配定這些基本療劑 我們那個課程 你可以在綠瘡院買得到 基本就是流感怎樣配療劑 還有一個課程 我大概在2月份 在香港教授 因為很多人在這次 就會變成肺炎 所以我認另一個課程 是怎樣採用療劑處理肺炎 但是這次我也看到 很多病人的症狀 差不多是呼吸系統的急劇問題 就像沙士一樣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些療劑 是專門處理這些嚴重呼吸的問題 其實好像氧氣不夠 所以療劑有一點不同 但其實絕大部分 在北外都是一般的感冒症狀 在世衛 大家可以看看 大部分的主要症狀 都是發燒 喉嚨肝 喉嚨痛 肝咳 這是主要的症狀 療劑是很基本的療劑 我們那個課程裏面 有本書仔 除了DVD 自己可以看看我們幾年前 教的那幾個小時的課程 也可以避免療劑 可以幫助自己人 幫助自己人 如果真的慢到 遇到症狀的話 當然最重要的是預防 你看到最近說到在印度 都稱為44%的印度人 所謂確診而沒有症狀 這個比我以前的資料 就是多了一些 以前我看到了30%多 很多人經常說 確診沒有症狀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那些人是自己抵抗力救 有時候想想 我經常說要強調營養好 足夠休息之類 為什麼印度的地方 那些人可以抵抗力這麼強呢 大家都知道 第一天氣炎熱 它經常曬太陽 曬太陽可以幫身體製造維他命D3 維他命D3是增強 對預防流感的其中的維他命 還有一個情況 印度人喜歡吃什麼 咖喱 吃咖喱 薑環粉咖喱 亦都是加強他們的免疫能力 還有一個 很多人都想不到 其實由於印度的生活環境 衛生條件差 其實他們經常接觸很多病毒 很多細菌 這些情況之下 因為他們經常接觸 身體已經磨鍊到 鍛鍊了有很強的免疫能力 我跟大家都說過 其實我們個人都有冠狀病毒 我們身體的病毒和身體細菌 數量是多於身體細胞 成十倍的 所以問題就不是要怕 慢慢用封鎖方法 來擋擋擋擋 因為在外國已經無數資料 已經開始說到 其實封鎖不是那麼有用的 床醫院來說都是捱過他 當然了 你聽過捱過他 哇 這樣就要死很多人 其實不是的 你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你變成中招都不會有病 所謂叫做國產而沒有病症 其實你的身體免疫能力好就可以了 還有最後呢 如果真的有事 及早用適當的和療法的療劑去處理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絕對是不用擔心不用怕的 沒錯 在過往的很多的集數裏面 袁醫生都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他臨床上面的經驗 大家有興趣的 想了解多一點的 就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謝謝袁醫生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回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如果聽眾想購買今集 袁醫生所提及的產品 可以打去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瀏覽陸創意健康店的網址 www.helthshop.com.hk 對 對